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吉卯甲旭物生丙成 这个八字是提问说 为什么他有一个五行是没有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一种现象 就是总认为五行俱全 这个八字才是好的 但是其实跟各位讲 缺五行并不代表就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状况 他的天干甲己合 所以他只有一个冰火 他的地支卯旭合 所以地支是土乌生金 其实你假如仔细看一下 他的这个八字 其实并不是只有缺一个五行 而是缺两个 缺木还有水 缺该怎么办 不要担心 缺就是表示说五行生克 生不到他 同时也克不到他 所以他代表的是一个平稳 这时候我们就要先看 八字 假如没有财星 这时候我们就等财星出现 也就是说他的这一个八字里面 没有水 我们就等水出现 因为时间一定会补给你 这时候我们看 壬癸水 其实壬癸水在天干是OK的 没有问题 他的地支 为亥子水 其实也是不错的 所以其实他八字虽然缺水 可是实际上走到水运的时候 对于他的八字是好的 他的八字没有木 这时候我们来看木天干为甲乙木 OK的 没有问题 地支为银卯木 我们会发现 土生金克木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一个木 他就只能够走天干 而无法走地支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缺他是很正常的 并不是说你五行俱全你就都很好 而是要看你这五行的排列组合 是什么情况 所以很多人 总是在那边哭哭啼啼 说自己的八字缺什么 其实那都是白哭的 为什么 你缺你时间一定会补给你 大运补给你 没有大运的话流年也会补给你 所以缺他不可怕 而是你要看缺的东西 他出来以后 他的排列组合 假如是好的那OK 那一定是加分 假如出来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只有大大的扣分而已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你缺 就一定要这个五行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五行 出来只是反效果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